连续七天的春节假期相信许多人都吃饱吃满 太多的热量和油脂囤积体内 不要忘了赶快运动消耗一下 健身教练也建议说 平常就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即使连续假日也不要忘了抽出时间来运动 而假期当中如果吃了太多高热量的食物 也不要一次就过度运动 以免让身体负荷不了 春节假期一结束 健身房的学员马上就回来运动 因为七天假期中难免吃多喝多 身体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负担 因此假期一过 马上就要回复固定的运动状态 健身教练鼓励民众 平常就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尤其是遇到连续假日 也必须抽出时间来运动 而运动选项和强度 也必须依照个人体能状况来规划 以免过度运动让身体负荷不了 那通常可能长时间的休假 可能一开始运动会有比较疲劳的现象发生 那其实如果你有养成运动习惯 那很快的就会恢复来原本的体能一些状况 像跑步啊或者是做一些重量训练 我们都要因应个人的身体能力 而去做一些运动强度的调整 例如说你今天跑步可能做了很长的时间 那其实如果你时间有很多 其实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时间比较短的 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改变运动的强度 但是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体能状况去调整 不是说你今天运动就要做得很大量 或者是做到重量非常的重 那还是要依照你自己的个人的需求去做 那其实可以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调整 不是说你今天消耗你今天吃了很多饮食 很多热量 那你想说我就是大量的做运动 就可以让你热量消耗掉 那可是相对的你身体的负担也会更重 运动是促进健康的王道 但是要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 更需要毅力和坚持 除了平常就要固定运动 连续假期间有机会大吃大喝时 更不要忘了赶快来运动 消耗过多的热量 不仅可以避免身材走样 重要的是促进健康 不要让肥胖疾病早上升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